上次比赛的时候PDD那个大天使大家都见识过 但是上一场比赛你也见识到一点 就是大天使到了后期这种手短的状态 他们尤其在面对了像OMG这样的阵容 你大天使到后期根本摸不到人 就是看这边女坦的大招和瞎子的一技能减速 对 如果你这里硬开团开不了的话 你看这五个兵刚好 但杰其实打中度他现在就在杀不了人 他只要自己中度中期发育起来的话 有种杀人还很强 打他 杀了 雷童也在 哇 这下技能全躲掉了 这 好凶啊 要杀 但是没杀掉 哦 牛头 关键时刻的 但是技能这里反而也被杀掉 是的 影子这里刚才是Q到了这边的奶大力 漂亮 刚才这一下两边的支援都 小龙还有20秒时间 这个小龙 这边应该是非常知道的 这边牛头 但牛头这里有一个大招 不过感觉还要被追死 牛头还有个闪现 要叫闪了吗 好 叫到闪了 再来一发Q 兄弟来了 踢到 追 追到 没有CB 在这里能不能打黄 蛮王已经是赶快了 蛮王来了要打吗 这波可以打 打一套其实还是打不过 都对反而要被杀 奶奶没 奶奶不在 天呐 哥哥 这里也没什么座位 对 这边EZ都来了 再打的话又要死人了 那这样的话还要丢一条龙 这波 这个一发Q一发Q的再Q 后面又Q到了 屡次Q到小孩 这个Q有点准 再来一下 这一下没有Q到 要追吗 我没有打算是吓唬你 水光在后面站着 后面还跟着一个 王森 周路又来 这一下 这波看样子是要逃不掉了 看看 一下Q带走 漂亮 很自信啊 一个Q放完 马上大招飞回去 对 然后这里Q起来 但是暴女这里好像打不死他 暴女这边如果硬上的话 还有可能 他W一跳杰基本上就放大了 谁还下落这里什么情况 努努被卖了 好 再见 影子现在什么战绩了 我们看看 就是如果 就是努努其实抢的 抢的 抢的能力还是有一点的 哇 这里相差有点危险 感觉要死了 差一点点 哦 闪现躲掉 但是这里已经被杰大到了 杰飞了回去 杰是被套了虚弱 有点秀啊 哎 这波 这波位置很不错 努努炸了一枪 姿态危险 姿态给了一个 下一标没标中 两个加血 两个加血 一个状感觉像是旧的 盛科克一样 是的 又一个标 盛科克差一次血 但是暴女还是要追 暴女还要追 一定要追死姿态 这里的话 有点混乱 暴女把姿态杀了 这边蛮往下 开了大 开了大 但是狗狗运自己的状态 也不行了 快撤 一个大招拉起来 没有死 没刮死人 反身想打 哎 这里下一标说不定要死一个 盛科哥有点卖自己 还要进去追吗 还有一标还有一标 闪现没有Q到 这个时候回头标是没有机会了 其实刚才感觉无状态不变抱子会好一点 下一个标还可以 又打起来了 镜头一转 回来发现无状态死了 是的 这里无状态抢一个红 所以这边 这个蓝 这个蓝还不一定抢得到 这什么情况 这有点奇怪啊打的 小孩赶过来了 这边不敢打 毕竟是五个人啊 还好浪费最后面一个选手还不错 林药这里各种撞 林药胆子也很大 这都敢撞过来 其实有点危险 踢到双饼死了 皮操肉厚的 开张大招 把自己逼自己开了个大招 现在人头上面的话是IG领先 领先四个之多 但现在冲锋的经济的话 基本上还是和开局一样 两千多块 直接剪刀 这边小蛋 好像是进草丛啊 跑得飞快 还好你和上手 直接闪先去撞 但是没有后续的伤害了呀 这边打了一下 也被虾子全打了 这边看一下一个大招流人 蓝王来了 哇 蓝王来了 叫了个鸡 因为他会有一个 继续追 继续追 再来个E有没有 下一个W和E 看一下哪一个都可以 遇到了 砍到 加雪 公演 今天被秒了 没开大 没想到那个伤害 是一下正好打死了 瞬间秒掉 这一下的话是没有想到 大招没开出来 这个如果是打路人的话 队友一定开始说了 你怎么没开大 一个大招刮过来 刮到两个人 滴滴滴黏住了 奶大力怎么在家 天哪 这一波的话还好还好 还好怒怒走得快 但是散黄被卖了 其实对面好像都没有 对啊 他出来了 正面我感觉刚才 不一定知道他在里面 要么就是小孩 觉得怕会被杀 会被杀才退的 好吧 然后这一招 这个的嘛 这 幽梦 其实出 蛮王出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拖节奏了 可以感觉 因为他其实 要出的招有很多 没想到 要回头板打 这里千万要记得 收影子 这里千万要记得 大招 开出来了 牛头过去了 对 这一波还是比较有经验 这一把零要 这里马上又放大 继续消耗 技能就是用来消耗的 对 永远不肯定打正面 博文鸡这边 他们是有两个奶 牛头加上奶大力 下来 哎 你退了 那我点几下塔 对 哎 晕到两个 很漂亮 效果很好 看这波小彩是不是死了 漂亮 又给了影子一个大 这波IG能赢 再追 卖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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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还能不能再留 还能不能再留 踢到了 没踢 踢到了奶大力 能不能再留 闪现踢头 漂亮 连一套晕 奶大力死不死 死了 还要追 这要破一路了 蛮王的想法 一个Q 一个Q四分之一的伤害 这个有点凶啊 是的 不过好在蛮王砍砍兵就回来了 说不定等一会影子 这个结直接一个大招 就要 要你蛮王的命 闪现指 指到了无状态 但是这波位置并不好 被隔开了 收拾得要送自己了 哎 这个蛮王切入 这场效果不错 大招开出来 大招开出来 打天使 天使没大了 哥哥你不该逃 换掉天使多好 对 换掉了就好了 在这里姿态冲进去了 散黄挂了 散黄挂了 大招飞走 散黄这里的话 是直接被 结一个大招 直接指在脸上 刚才我感觉PTT 狗狗应可以再打一会儿 狗狗应应该可以和PTT一换 这样的话 其实好打一点 是的 哎 马上传送回来 很聪明 这波别人传送过来了 而自己这边的话 蛮王没大跟废人一样 这最麻烦 是的 这里顶飞 蛮王在正面战场之上 现在蛮王回到下路 但是 当然了 结也没有大招 如果论平坎的话 蛮王应该还可以 占到一点点便宜 不好说 这个没大的时候 蛮王实在太难打了 蛮王在下路 这个硬来 真的是没什么用 好 这里要死了 漂亮 防御塔破掉了一瞬间 破掉一路 终于是破掉了一路 对 那这样的话 除非发生奇迹了 这个阵子过来之后 打了一下 然后瞬间提前预判你的位置 W但是没抢到散黄 是往右边平均 所以他那个W歪了 这里 刚才吴壮 他的状态也是标到了一个小兵 但是这个距离比较近 距离比较近 没什么伤害 牛头强开 这个位置 不状态标挺舒服的 来了 蛮王现在手大招 一个大招没有晕到 过这个位置 其他人状态不行 蛮王完全被风筝死 然后砍死一个 砍不死第二个了 但自己这边四个人是解决掉了对面 他们血量都非常的残 其实差一点 猜取得好多 猜取得很多 EZ 能不能追死 无状态是关键 差一点点 能不能追死 没Q到 太坦图去杀奴奴 这里反而影子有点危险 其实刚才太坦图杀奴奴 对 杀无状态感觉还有机会 大招 大招是利用 尊鸟 太快了 这把姿态的截真的是秀了全场 有点厉害 直接要一波了吗 现在是有三个人 大概是一波 这个大概是一波 看一下小伞有没有机会防守 我们看一下PD右下角的表情 开了下角挺进季后赛 恭喜 我们恭喜爱奇 拿到了最后一张季后赛的门票 我们恭喜爱奇 拿到了最后一张季后赛的门票 网约 请不吝点赞